你见过穿针饮面吗 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面条 正是眼前的小女孩做出来的 隔壁的老师傅摔一下 她摔一下 就连声音都是惊人的相似 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难度 但对于十岁的女孩来说 这需要惊人的力量才能完成 这个和她身高一样长的面团 在她的手里被来回拉扯 面条的数量逐渐翻倍 直到比头发还细才算完成 原来她的父亲是这家拉面店的老板 刚开始她只是在一旁默默观看 慢慢的竟然加入到了拉面师傅的队伍 经过一年的练习 现在女孩拉出来的面条 就连从业二十年的老师傅都感到震惊 而时刻们也很难分辨出来 他们都觉得面条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有嚼劲 在节目组的请求下 女孩决定现场展示一下自己的绝活 结果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面条吸的竟然能轻松穿过针口 那么小女孩为什么会痴迷拉面呢 原来父亲和厨师的一次争吵 被她碰巧撞见 看到父亲难过的神情 女孩决定要帮助父亲 于是开始学起了拉面 可对于父亲来说 虽然非常感谢女儿做的一切 但她还是希望女儿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女孩却表示想继承父亲的事业 以后也当一名拉面老板 希望她的梦想能早日实现 不愿意 不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